亲爱的 你在干嘛呀 吵着我听说了 我这不是在给你们俩切水果吗 来 吃吧 哇 谢谢亲爱的 谢谢爸爸 妈妈要开始了 咱们快听书吧 别礼爸爸了 第1149集 在蛋蛋儿子发表各种评论的时候 网上也出现了各种声音 天哪 你们快去看无限可能 里面有个小姐姐 帅哭我了 分析刚出来的冒险类真人秀无限可能 先说陈子诺 表现得中规中矩 有些放不开 不过理解 毕竟大哥的年纪摆在那儿 再说燕妃 最后这个苏盼表现确实让人惊艳 刚开始我以为是个运动达人 谁想到是个满身黑料的演员 苏盼的微博再次活跃起来 网友们纷纷喊话苏盼 喜白 不可能的 苏盼滚出娱乐圈 这次苏盼表现得不错 持续关注中 虽然知道是喜白 但我确实被他吸引到了 苏盼摔过了 没想到他现实是这样一个人 难用力爆棚了简直 鹿转粉 说鹿转粉的了解一下苏盼的黑历史 谢谢 不要做脑摊粉 无限可能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毕竟许多冒险类真人秀就是来搞笑的 各种挑战项目也没有什么难度 可这一次节目的制作团队显然用了心 从任务设置到拍摄 再到后期都非常成功 所以这个节目火了 随着节目的热度不断上升 里面几个表现还算出色的艺人 纷纷怒刷了一波存在感 尤其是苏盼 热度极高 直接进入了热搜前三 经纪人周姐得知这件事后 连忙打了电话过来 苏盼 你这一次太争气了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公司肯定会给你更多的资源 南巡倒是将这些看得很淡 笑了笑道 我挺喜欢现在这样的状态的 悠闲自在 跟我儿子相处时间也多 你可不要让我太忙碌 苏盼 姐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了 你现在的确是抱上了穆绍晴这个大叔 但是 周姐 我和穆绍晴已经领证了 五秒钟后 苏盼 你说啥 你和穆绍晴咋了 电话那头周姐 恍然间以为自己换听了 领证了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 小日子过得特幸福美满 穆绍晴居然跟你领证了 切了 穆绍晴确定没眼瞎 不是他看不起苏盼 实在是他觉得苏盼这人吧 比较爱慕虚荣 除了一张脸真的没啥优点呢 怎么看都不像是穆绍晴这种大佬的菜 别说穆家这种顶尖豪门 就是那些刺一些的富二代 也绝不会将苏盼这种花瓶取进门 后面 南巡说啥 周姐都没反应了 她还陷在这件事的震惊中无法拔出来 直到那边挂了电话 周姐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然后嘴角大大咧起 咱喵得都成穆太太了 这苏盼还怕个毛线啊 那些脏水黑料 分分钟都能兑回去 随着无限可能第二期的播出 苏盼更火了 因为苏盼和燕妃之间的互动 还衍生出了一批CP粉 CP粉们纷纷在微博上大呼两人在一起 而南巡说的那一段话 节目组居然全部保存了下来 很多观众都觉得苏盼是个真性情女人 就算人虚荣 那也是虚荣的可爱 试问哪个女人内心没有一个公主梦 不想嫁一个小说里的霸道总裁 苏盼只是敢想也敢说敢做而已 至于 以前被人爆料出来的陪睡门 从来就没有过实锤 要么就是所谓姐妹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要么就是有人匿名爆料 发几张批过的短信记录 或者根本看不清脸的床照 加上周姐的运作 苏盼以往那些黑料变成了有预谋的陷害 若非苏盼是一个坚韧的女人 她根本没有勇气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现在黑粉们就只能逮着苏盼为攀附豪门未婚生子的事情说了 因为其他黑料但凡说出来都要被其他粉丝给对回去 这会儿南巡正指着网上某位粉丝的一段话 给他淡淡儿子念 苏盼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神 以往那些黑料 我一点都不相信 我很喜欢你 也愿意接纳你的孩子 你以前啊 一定是被渣男骗了 你是个好女人 如果你愿意重新接纳一段感情 可以考虑我 我是 这样的评论有好几条 全都变成了热评 南巡泽泽出声 儿子 你听听 你妈的魅力太大了 这么多人都想要给你当后爸呢 淡淡朝某处瞅了一眼 眼里掠过了一道金光 问道 妈妈 不然我们把现在这个爸爸贴了 重新找个后爸爸 最近跟你组CP的燕妃就不错 我看过他的影视资料 武打姿势好帅的 人家已经有女友了 只是没公布 而且你看你爸多帅多有钱啊 还亲自下出给咱们俩做饭 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爸爸 妈妈 要是让你在我和爸爸之间选一个 你会选谁啊 淡淡话音一转 突然问他 南巡不假思索地说 这还用考虑吗 当然选你啊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呀 儿子 妈妈没想到 你小时候这么可爱 萌哭人了简直 淡淡满意地笑了 冲南巡脸上亲了一口 我就知道妈妈最爱我了 哎哟 瞧你这张小嘴 母子俩互相抱着 转了转圈圈 开心得不得了 等南巡有事走开了 淡淡周身气场顿时一变 他双手还胸 软萌可爱的笑容 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一脸冷肃地 看着某处 哼 听见了吧老头子 在这个女人心中 我比你重要多了 薛明看着眼前的小豆丁 呵呵冷笑一声 那又如何 淡淡微微眯了眯眼 稚嫩的嗓音沉了下来 她是个好女人 要是让我发现你欺负她 你就去死吧 妈妈 我还想再听一集 这个 得问问你爸同不同意了 嗯 这个嘛 行吧 既然这么好听 我们就听下一集吧 我看什么 它的灰uds 就是这个 我们就听到 我们的感觉 背负一样的 之一 就是这个